蘇院長在他的行政作風裡面 他是非常強勢的 所以他非常強勢的雷力風行的 推行很多事情 那這個部分在防疫期間 當然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在下面緊接而來 要做紓困跟振興 我們就看到 因為他沒有同理心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前天這麼多民怨沸騰 對於這個紓困方面的不減便 不減贈便民 而且好像整個動作 都是一連串的這種 補丁式的紓困行為 造成民眾真的是很不滿 就說他當然說 他一個人要負全責 但是他的這樣一句話 我們看到之前 造成多少基層公務人員 人養馬翻 即便到了今天也是一樣 而且國民黨一直在主張 排富發現金 那蘇院長一直不願意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 我一直覺得這是民進黨他的心目 就是他們不想 讓這個馬英九時代做過的消費券 這件事情 我們是主張 現在主張發現金 他們也不願意 但他們也做了很多 發錢的動作 但是這些發錢的動作 應該是 應該是一直的做 一直做 沒有一個整套的計畫 所以造成 這個行業反映出來 農民怎麼樣 漁民怎麼樣 然後接著這個什麼 無保的人怎麼樣 各行各業怎麼樣 但是永遠做不夠 永遠做不夠就造成 大家永遠有不滿產生 然後加上他的手續 非常的反覆 你看各個部門之間 各部門同樣一個政府 比如說我們講農委會 農民後來是不是 馬上直接不用申請 直接賄賂戶頭 一萬塊直接賄賂戶頭 這樣是不是很簡正便免 但是你看 這個一般沒有保 沒有保的民眾 無保的 沒有參加什麼 龍保 龍保 雨保 這些的保險的民眾 全國家保險民眾 就必須要 之前就要準備 好幾十項你的存款 不是你的 全家的 全家家戶的 這個存款證明 再加上其他的 你的收入證明 全家的 前一到四月的 收入證明 再加上一個複雜的公式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們 這個行政院 說他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考慮的 有時候真的不是 真的從民眾角度出發 有時候是從他選票角度出發 我來分析一下 你看對農民 他的方便性 簡便性 效果很快 那可見 因為中南部很多 選民農民 是那個民藏的票倉 對於這種無保的民眾 沒有保險的民眾 他們就要用家戶 用家戶來單位 農民是用人當單位 這個無保的民眾 這個需要收入民眾 是用家戶來單位 你們看到其中不一樣嗎 然後手續上也差很多 所以這個紓困無人 寧願沸騰 實在是沒有同理心 蘇院長是一個非常強勢的行政院長 那因為他的強勢 我覺得他是一個 也許是一個強勢的領導者 但是以管理來講 他不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好的管理者 因為他比如說 如果他是一個好的管理者 不會發生 昨天那個 這個基層的讓淚死 基層的這種情況產生 我們說降帥無人淚死三軍 前天他發布那個訊息後 基層都沒有任何訊息 然後每個人都蜂擁的到 各個基層的公所去 基層公所都沒有任何訊息 也不知道如何做 那最後他只好轉彎 大轉彎 所以早上我們民進黨 有一些立委在說 這個叫做什麼滾動式檢討 說他們這個紓困叫滾動式檢討 我個人覺得這叫滾動式折磨 滾動式的折磨百姓 所以他是一個強勢的領導者 但是是一個 比較沒有忍者之心的管理者 因為有人者之心 比如說我們看陳時中 他就比較忍者之心 會比較有一點 會站在百姓的角度來思考 那你強勢領導 但是沒有忍者之心的話 有時候會比較留意獨斷 的確民眾有感受到有政府 我個人也覺得 其實的確是有做事 真的有做 問題是做什麼事 是做好事還做壞事 做的事情 比如說以這次的紓困之亂來講 你如果真的要讓民眾感受到有政府 那你應該像農委會這種做法 他就直接揮入戶頭 你不用申請 那現在因為國民黨一直提出說 排富用你原來有的財政的這些資料 直接 因為政府嘛 政府他就掌握所有人民的相當多的資料 你可以直接就這樣子 然後按照急劇 你就把現金發放出去 那現在是讓民眾覺得 有政府要讓你排隊的政府 會折騰你 會折騰基層民眾 現在感覺就是這樣子 就是防疫是做的真的很好 這個我們也無可批評 但是這個紓困的部分 實在是實在是不及格 主要是我那天跟他說過一件事情 我說大夫無私教一無私願 這春秋的話 就是說我們是國會殿堂上這樣交鋒 也不是私人有恩或是願都沒有 問題是上一次有一次在質詢 他就一直太過固執的有一些意識形態 他一直固執的講那些意識形態 那時候根本不是我要講 我要講那時候我要講的都是金門的議題 我們來自選區金門選區 我們關心金門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蘇院長在作風強勢之餘 如果說可以再改變一下 就是說對於民眾的事情 可能院長做比較久 慢慢的對一些 我看他父母也是基層公務員跟老師出身的 但他可能因為當比較久的高層 所以就慢慢的沒有體會到民眾 有一些基層民眾的辛苦 所以才會定出那種 要什麼全家的存責 然後要什麼全戶的前四個月收入 這種很奇怪的政策 讓民眾會蜂擁的去排隊 然後還要很不方便 又沒有真正 這是真正沒有苦名所苦 這個民怨沸騰 基層民怨就是對於這一次的 整個從防疫到紓困來講 防疫做得好 大家事實上覺得是陳時中的功勞 因為陳時中很穩定民心 然後有很透明把政策說出來 但這一次的前天的紓困萬元之亂 民眾都覺得這是蘇貞昌的錯 當然蘇貞昌也是勇於認錯 但是大家覺得是他的錯 是因為在所有東西還沒有準備好前 他就急於宣布 急於宣布這個 可能他覺得這樣趕快宣布 可以得到一些證據 但是因為沒有準備好的結果 現在大家罵的 其實反而是罵的真的很慘 那所有人都不知道 到底這些程序是怎麼樣 真的好多好多民眾問各方面的手續 自己符不符合資格 這個事實上這種紓困變成一種 好像是在施捨給民眾 好像是民眾好像是祈求你 這種心態也是不應該的 沒有檢證辯明 只是會讓百姓更加不滿 我們今天有民眾當場就撕掉申請書 實在是太複雜 要填大概30個問題 然後那個複雜的那個 我事實上也有準備 我那時候有準備那個 我那時候也有做了一個表 為了讓民眾了解 到底政府在說什麼 這個複雜的申請資格 複雜的計算方式 他有一個計算方式 這個生活費 他的計算方式 非常複雜 真的不是一般人理解的 所以最後當然現在 順應民用竊節書來解決 用竊節書來解決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這中間過程中造成多少民眾不滿 尤其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紓困就好像現在人民要溺水了 我們政府要丟救生圈 趕快丟下去 讓民眾可以拿到救生圈 趕快有一口氣可以火 那現在政府還在量看看 你的救生圈你符不符合 是不是要丟救生圈給你 你的救生圈尺寸是什麼 這個是造成很大很大的民怨 這個就是說可以想見 在這個防疫期間 當我們一個國家有重大的事故的時候 所有的民眾都會比較犧牲 小我的利益 來盡量造成團結的氣氛 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 美國也是如此 即便大家很多人在美國 很多人都不喜歡川普 但是這一次的疫情期間 大家也是給川普很高的 這個民意的這個支持度 這個不是說真的說 多喜歡這些政府 而是說大家為了 為了說希望共同度過一個難關的時候 那就給政府盡量多的支持度 讓他可以勇敢的去做事情 但是在很多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 事實上都是如此的 所以我覺得蘇院長 或是我們蔡英文總統的民黨當局 不要因此而致滿 這個很快 這個當緊急事故過去後 我們就會看到 下去才真正的施政表現 才會看出真正的民意 這個我們當然有期許 但其實一點很重要 其實也是令人擔心就是說 事實上蔡總統 應該說蔡總統 這個兩岸關係很令人擔心 看起來在從選舉 這個選舉過程中 一直操縱這種仇中反中的情節 那這個情節操作起來 這個讓就是我們現在以前 以前是兩岸的 蔡英文的上一代 2016的時候 是兩岸的官方可能不大好 現在是連民間的關係都不怎麼好 那民間關係不好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國民黨主張其實才是正確的 我們不要仇宗 那我們當然 我們就是跟美國友好 跟美國跟中國跟日本都保持友好 我們 我覺得我們也最好不要把球子壓在單邊 壓在這個美國這一邊 因為現在這個美日 美日兩大強國之間 他們正在 正在競爭 那當然全世界現在有 美國也在操縱很多反中的這個氣氛 那中華民國身為中華民國的鄰居 這麼近 我們這麼近 他們對我們的影響力 事實上真的是很大的 不管說他是有惡意還是善意 就是說我們跟他們的互動一定要有 人和人之間 國和國之間本來就要多一點的互動 有互動有交流才會越來越了解 彼此增加善意 增加善意降低衝突的風險 這個對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是好事 那我覺得兩岸關係實在是很重要的一塊 但是蔡總統把它做的操作成 現在幾乎就沒有兩岸關係 現在只剩下中美關係 那台灣會變成好像只是中美關係下的 比如說一個棋子 一個棋子就是說 萬一假設有一天 現在當然美國要跟中國對抗 那他當然就是 美國要跟中國 他當然就是要善用你中華民國 你這一顆棋子 但有一天假設川普是傷人 假設川普覺得說 他要到他要的 你看他常常 我看川普常常跟中國在打電話的時候 一些什麼關稅一下 25%一下子是零 他就是傷人本性 他覺得他跟你威脅 他要他就OK就可以放棄那個 萬一台灣變成是 只是被 不要說玩弄 只是被當作一個籌碼 我們只是被當成籌碼 這樣對我們是很危險的 接著是 有一個好訓練 認識到 我們有一種 都有 有那麼多 不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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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